NCC七个委员 法律 法律 资讯 资讯 电信 经济 传播 其实传播只有一个 而且这个洪委员我比较抱歉说 这可能要请教这个张主委 请问洪委员有没有必要回避 大家没有去谈这个问题 因为洪委员之前是跟这个反媒体垄断 也是跟望中集团是对着干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去来去做这个审查 或是这个采访 坦白讲我个人有点意见 因为你之前还没当NCC委员之前 你参加所谓的社会运动 你对这个媒体垄断 有什么这个新闻垄断 你有你的看法 这个我尊重 可是当你进入NCC当委员的时候 你就变成裁判了 这个时候在这个相关的 跟中天有关的这些案件上面 你有没有回避的必要 我个人前前我认为应该有 你应该回避 你应该主动回避才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那这是台大的教授王太利 王教授 王教授他之前在我们这个媒体圈 食物界也有这个资历 所以他是理论跟食物都有的 王教授他讲 NCC以往都不愿意介入新闻内容的认定 这是一个 其实为什么以前都采拔很少 就是这个东西是媒体自律 NCC其实不应该管的 所以王教授讲的没有错 那王教授他说 你这次扔进天降降云罚四十万 你已经实质介入 你开这个例子 其实非常非常不应该 以前不会进入实质的这个介入 我会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违反公序良俗 那标准是什么 NCC要具体讲出来 让我们的外界来检视 那什么叫公序良俗 这个社会新闻部分 我简单解释一下 公序良俗在民法判内 公共秩序跟善良风俗 那这个东西是个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所以他并没有 那什么叫做公共秩序 什么善良风俗 我们法律上实务比较常看到 我解释给大家听 像这种的 性爱契约 当街裸奔 赌场的欠条 请问这个跟中天 那个新闻有什么关系